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二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266集,狼烟苍香燃 那黑色烟火瞬息间就弥漫了王林全身 在那蓝色火焰内占据得越来越多 仅仅是片刻,蓝色火焰中近八成已然都化作了黑色 剧痛从魂内传来,让王林身子颤抖 这痛苦比之方才还要浓于百倍千倍不止 他的魂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毁灭 他的身体更是快速的消散 但他的手还是紧紧的抱着怀里的李慕婉 眼中尽在自己最大的可能掩盖痛苦的扭曲 柔柔的望着李慕婉 能有你陪伴这些日子,我很满足了 哪怕你是虚幻的,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王林默默地望着李慕婉,轻声道 只不过他声音中啊,却是透着足以冲击李慕婉心神的震动 你...你是谁? 李慕婉睁睁地望着王林 当年的他,如千百年前的蝴蝶,在王林的手中化作一缕蝶魂 他死死地抓住他的手,撑了空 只能望着那魂蝶慢慢地从怀里消散 化作清风向着天际飘去 当年的他,在王林的怀里带着不舍的目光 带着眷恋的温柔,容颜渐渐老去 走过了一生,最终红颜白发成枯骨 闭上了那让王林无法遗忘的双眸 那抬起的右手啊,似想最后触摸王林的脸庞 然最后啊,却是在半空失去了一切力量,落了下来 那闭幕前啊,从眼角流下的泪水落在大地 化作了下一季的花朵 不知能否继续绽放,转眼间千百年过去 沧海桑田,转瞬即逝 千百年的岁月无法成为天荒地老 但却足以让人忘记一切 只是啊,却还无法让王林的记忆出现模糊 他始终记得,始终记得 如今呢,仿若时光逆转,王林抱着他不舍的人 只是当年的他,因李木碗化作一缕幽魂 他的手抓不住,只能空 现在,李木碗尽管是虚幻 可在王林怀里啊,他的感觉却是那么的真实 如同抱着整个世界 这时,他却没有了力气,没有了身体 会继续怀抱下去了 他的双手,在浑中黑炎轰轰燃烧下 渐渐地消散,变成了透明 从李木碗的身体内穿过,消散了 他的容颜也急速地变化 从中年迅速走过了岁月 化作了满是皱纹的老者 直至透明 仿佛当年的一切重演了 只不过身份却有了兑换 唯一不变的,则是王林目中那一抹温柔 随着他身子的消散 随着那黑炎最终驱散了全部蓝色火焰 彻底地化作了全部夜火 王林的一切迅速地消失在了这天地之中 只有那黑炎弥漫下的目光 距离李木碗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了起来 李木碗的身子瘫坐在了地上 他蒸蒸地望着天空那如同永恒的目光 心神震动 你,你到底是谁 李木碗挣扎地嘶喊出来 他的心里有一种痛 这种痛他不知来自何处 但却越来越深 夜火燃起毁灭一切 但却毁灭不了王林的道行 毁灭不了他心中的一切记忆 夜火为我执念所化 我以执念修道 一生只为他修 天地不仁 欲抹去一切执念 但我执念已然化作业火 就算是天也收不走 如果这夜火要把我身体焚烧 如果这执念要将我毁灭 我不会反抗 这火是我王林一生执念 这夜是我王林所修天道 不仁天万物之道 修之何用 我以执入道 以念燃业 化作轮回业障 不去上天 就算是九转十八地狱 若这地狱逍遥 入地又有歌坊 在那夜火将其毁灭的刹那 一生惊天的朱雀之鸣 骤然而起 却见在那黑炎内 一尊朱雀瞬息幻化而出 这朱雀身子巨大 全身不再是蓝色 而是黑色 就如同一条黑色的凤火 在那黑炎内仿若重生 朱雀之鸣 在这瞬息间传遍整个天地 更是穿透了这人方剑 从那大地形赛场 巨龟背部的第一根香内 轰轰而出 震动了整个大地形 那仿若翩翩少年的妙音道尊 虽说等待了数日 但却丝毫没有不耐 而是右手一翻 再次拿出一个桃子 正要放在嘴边 但立刻身子一阵猛地抬头 直勾勾地盯着那第一根香 朱雀之鸣回荡天地 蓝猛道尊双眼突然露出金光 目中有奇异之色一闪而过 更蕴含了一丝震惊 这朱雀的声音 这不是寻常的朱雀 这是 那朱雀之音的确绝非寻常 其声音透出一股争议 更有一股不甘心 绝不屈服的念 仿若是来自久悠 而非天中 不可能 云落大司来之前就已经算出 那小杂种 有一死结 决难度过 四墨子面色大变 双目瞳孔猛地一说 死死地盯着那第一根香 他身边的云落 笑脸同样露出震惊 其藏在袖子下的右手 掐绝速度更快 几乎形成了残影 但却在这一刹那 其手指骤然一颤 却是五根指头的指纹 漠然撕裂 流出了鲜血 仿若冥冥之中 有一股力量 将其推演 生生打断 又仿若是 亡灵眼下的状态 超出了 他可以推演的范畴 老朱雀神色 露出激动 长笑起来 眼中又金光闪烁 他身为二代朱雀 对于朱雀之音极为了解 此刻仅仅是听到 就立刻知晓了 那人方界内发生的一切 好小子 竟然在夜火下朱雀唤唤 度过了这一坎 九转夜火之节将起 这才是这夜火最难之处 唯独那坐在西兽上的老者 始终闭着双眼 仿佛这一切事情都引不起 他半点注意 蓝蒙道尊身旁的女子 睁睁地望着第一根燃香 咬着下唇 眼中有复杂的泪水流下 人方界内 那黑色的朱雀 在黑炎内深空 展开身子 如遮天一般 全身上下 更有无尽黑炎环绕 散发出一股 无法想象的高温 但这高温呢 却是没有给这仁方界 带来半点毁灭 他全部的温度 均都凝聚在那朱雀身上 阵阵朱雀之音 越加剧烈高昂起来 其内透出一股 冲击心神的波动 那黑色的朱雀 就是亡灵魂魄所化 夜火一起 便然轮回夜障 助我朱雀第四次觉醒 黑色朱雀长死 巨大的身子 直接就奔向天际 再达到天空顶端的刹那 黑色的火焰 从其身体上轰然爆发 远远看去 那火焰如同一个巨大的火把 其内火星之中 便是那舞动的朱雀 以我执念夜火 王林的声音惊天 在这声音回荡而起的瞬间 其身体外的火焰 顿时就化作了火海 这火海以朱雀为中心 漠然间就向着四面八方 轰轰而去 转眼之下 整个天空彻底的 弥漫在了那黑色的火焰之中 但下方的人方界内 却是没有任何生灵感受得到 这遮盖了天空的火海 越来越浓 天刻间呢 看去就如同巨浪一般 横扫长空 点 人方香 王林的堤吼化作朱雀之音 在这一刹那 向着天空的尽头 疯狂地冲击而去 更是在这瞬息间呢 漫天的火海 骤然收缩 直奔王林 锁化朱雀而来 形成一道 冲天而起的火柱 向着上方轰轰而去 更是在那火焰中 黑色的朱雀之上 王林的魂影 漠然地重新凝聚出来 他抬头望着天空 双手向上一挥 轰轰轰轰 天空中 立刻就有巨响 不断地回答 绝空而起 化作一股撕裂之力 似乎要把这天空撕开 更是在这一刻 大地心上 巨龟背部的第一根香 在其顶部有一丝丝黑烟 突然出现 点燃了 第一关之香 点燃了 且看他到底能维持济息 四周数万修士 在等待了多日之后 本意不耐 若非是不敢离去 怕是早就一哄而散 但此刻 却是一个个在那丝丝黑烟升起的瞬间 哗然起来 那黑烟初始上还成思 但转眼之下 却是化作了滚滚浓烟 如狼烟般弥漫天际 更有一股高温向着四周散开 在那高温下 这仁芳香正在熊熊燃烧 那燃烧极为剧烈 远远看去火焰滔天 向着下方疯狂的吞噬 此香燃烧之快 依然让人无法形容 仅仅是刹那 就有一大半彻底燃烧成灰 与其余两只香比较 这一幕望之惊心 就在四周这数万修士 大都认为 这第一只香转瞬 就会燃烧干净的刹那 其上的火焰 却似骤然一顿 这一顿之下 如同是融入进了此地 所有修士的心神 让他们的心也同样一阵 四末子盯着那仁芳香 目不转睛 他身边的云落大肆 面色有些苍白 眼中闪过一丝阴沉 仁芳界内 亡灵望着天空 踏在那黑色的朱雀背上 全身弥漫无尽黑炎 夜火滔滔之下 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低下头 望着下方远处山峰之上 瘫坐在那里 望着天空的柔弱身影 轻声低语 我 叫做汪林 说完对李牧婉的最后一句话 他猛地抬头 九转夜劫 来吧 九转夜劫 为夜障之火劫 当年的一代朱雀 就是在这火劫下 险些丧生 若非是远古先尊庇护 将会魂飞魄散 而此刻 汪林升为六代朱雀 在无人庇护之下 要独自一人去度 这九转夜劫 天地之中 赤城黄绿青蓝紫 更有白黑存上下 为之九色 每一色当为一转 这九劫 从黑炎而起 至黑炎而灭 便是轮回 若都度过 便燃起轮回夜障 以此突破 使得朱雀出现 第四次觉醒 石火转化 怕虚火之境 九转夜劫 降临 王林身体外的黑色火焰 瞬息间 仿若被狂风横扫 骤然一变 彻底地成为了 如血赤色 那赤芒映照 把大地都染成了红光 轰鸣惊天 环绕王林外的 无尽赤红之火 漠然间就刀绝 从四面八方 直奔王林 燃烧而来 大地心上的第一根香 也在那一顿之下 向着下方 再次轰轰燃去 此香从点燃至现在 时间正正好好 一息 如血赤色之火 弥漫在人方界之天 化作一波波赤浪 从四面八方 直奔王林 雄雄然来 这赤色的火海内 蕴含了一股 足以焚天化地之力 王林身在火焰之内 踏在黑色朱雀之上 对于这高温 感受极为深刻 在那赤色火浪临近的刹那 顿时就有一股焚烧的剧痛 骤然涌现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